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林 今天跟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去维修这个断裂的Honda车钥匙 以及换电池如何换 正规的换电池的方法 必须得打开这个螺丝 这里一个螺丝 然后去撬开 当时我老婆去换电池的时候 到Hondepo买电池 叫那个人帮他换 然后他不知道这里有个螺丝 直接在那盘平硬撬 然后把我的钥匙给撬裂了 也用了一段时间 然后前两天就这样直接爆开了 也没关系 我们就是爆开之后 他总共有几个东西在这里 一个这个是被盖 然后这个是电池的部分 电池的 老七的他这里会有 哪里会有一个缺口 然后他有个芯片在这里 只要芯片在这里面 车钥匙就能启动 有的时候芯片丢掉了 车钥匙就不能启动 但是我这款应该芯片是集成在这里的 没有在任何一个外面的地方 然后我打开里面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缺口 加原硬币这里一抠 大家换电池就可以把这里的电池拿出来 电池的数据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要如果如果要换电池的话 我现在这个电池不要换 这是 是1060 3M 然后按信息的时候 这个一定是在底下 这个是朝上 这就是换电池 我们今天主要不是为了弯电池 弯出这里扣上就可以 它是 我之前还以为 据修理这个价钱要花挺贵的 后来取查了一下 原来只要买一个壳子就可以了 亚马逊上面壳子 是五块钱 五六块钱 这是阿德本包装 他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它 这只是个壳子 大家看看 这里面一对壳子 它有好多种选择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 适合的 你看三个四个东西 有的人这边还有一个后五一箱打开的 OK 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穿在钥匙上面的 我先把原厂的那个螺丝打开 因为这个是之前这里包了 它是直接扣在这里的 不像这个 有这个不是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螺丝给弄掉 那包装里还配了一个螺丝刀 OK 那这个 这样子的话 这里有个arrow arrow是在锁的这边 锁在这边 然后这里呢 然后这里呢 我就要怎么穿 看一下这样穿过去 这样对着这里 不对 arrow是在下面 arrow是在下面的话 好 那这个放过来 OK 这里有个卡扣 这里有个卡扣 从 这样子 你看 不是这样子 直接拿出来 推下去 中间这里卡在这个边上 OK 这边解决了 把这个旧的跟这个对好 自己这边是这样子的 试试 亮的 ok 然后把这个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个之前 它有相当于改装的 它这个有凸出来 原厂是没有这个凸出来的 这是另外一把 这里是没有凸出来的 但是不影响使用的 然后就把螺丝锁上 原厂的螺丝没有尖头 它配的这个螺丝是尖头 我还是用它配着吧 配着的它可能是要装到里面 塑料里面 使它更加起牢固 OK 这样就岩石和粉了 看过去 我想把它这个Honda 这个能不能弄过来 想想算了 没所谓 OK OK 那我们这个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看过去摸上去感觉还挺好的 这个是它的Number 我这个是07年的Honda CR-V 可以 好了视频就到这 还可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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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